保林茶室的创办人李仿轩 终于是现身到台北市政府进行行政调查 但是面对媒体追问全城市避而不答 今天卫生局更查获保林在台北市 刻意的露灯一家位在松山区的餐厅 直到昨天都还有营业 这张脚弯是震怒的下令一定要重罚 最高将会开罚300万元 但是保林的两张责任嫌保单都是过期的 甚至是拿过期单据蒙骗卫生局 外界就很担心未来死伤者恐怕是求偿湖门 而法务局就强调不排除对保林进行假扣押 市政府最近追查的结果 从3月17号到3月25号 保林圆摆A13店一共有91比的稍费记录 提醒这段时间到用餐的民众 有不舒服一定要尽速就医 所以一句对不起都说不出来吗 你点头吗 保林茶室创办人李仿轩首度露面 戴着口罩面对提问不乏抑郁 同意就是你们的态度吗 还有保林董事长陈亦凡 同样以手遮脸拒绝回应 保林茶室才爆出严重食安风波 如今涉嫌刻意漏报一间分店 他不只漏灯 他在跟我们说明的时候 也没有说明到这家店 所以我们对于这件事情 会采取更积极严厉的手段来处理 明明全北市分店都被热令停业 卫生局却查出保林旗下这间 位在松山区百货里的马来西亚风味酒馆 不仅漏灯报 业者这几天也刻意不坦诚 直到27号晚上都还持续公餐 让蒋市长震怒下令重罚 依法重罚没有第二句话 根据食安法最高是300万 保林茶室爆出严重食安风波 负评更是讲不完 创办人李仿轩态度反复 市府三催四寝才肯来配合行政调查 先前传出投资欠了上千万债务 才转战餐饮也被爆料 激欠员工薪水 去年更拖欠供应商60万元货款 12月底公共意外责任险 产品责任险都因为没交保费失效 卫生局登门击合还敢拿过期单据蒙骗 外界担心死伤者未来会不会求偿无门 经济状况是属于负债 保险的部分他们的理由是漏脚 说公司当时可能经过一个投资失败 然后所以公司动荡所以漏脚 目前北市清查后 保林从3月17号到25号 一共91笔消费记录将上网公告 要让民众比对用餐时间 但就怕保林无力赔偿 市府要求所在的 圆柏大时代美食广场 两间投保公司回复这起事故 是否在城堡范围内 而相关究责更是一个都别想跑 接着我们讲黄明胜 张同 李敏州 台湾报道